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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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我是eMusic的V 我是這裡的Sales Manager 同時也是代表著 Kawai Autorize Tealer 兼Kawai Service Center 來為大家介紹我們的公司 和一些鋼琴的知識 嗨,大家好,我是曼,我是e-music的e-commerce specialist 就让我来带大家参观我们的showroom吧 其实我们的公司是成于2014年 是由我们的director Mr. Kevin先生创办的 当时其实我们叫做Nippon Piano 然后是以维修跟买卖二手钢琴机甲 然后慢慢慢慢地我们就有引进更多的乐器 比如说吉他、小提琴、eucalini 就让我们的顾客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创办了我们的网店生意 所以为了让大众更容易认识我们的公司 所以我们就改名叫做e-music instrument number 我们也创办了Mr. Kevin 他的上一代其实也是从事钢琴维修行业 所以他受到上一代的影响 所以也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慢慢地他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他就开始创办了我们现在这两家公司 然后就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务给我们的顾客 因为他出名了 然后这个品牌呢 他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 那卡外呢他也有很多的模特 他从acoustic到digital他也有很多的选择啦 那这个品牌呢他是来自于日本的 那他除了在日本出名之外 他也是在全球各地 包括美国啦、欧洲啦 他也是很出名的 那他同时也是很多钢琴家的首选啦 那他基本上就是无人不晓众所皆知的 其实呢 卡外牌子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牌子 所以我觉得把它带进来的话 就可以让那些对卡外有兴趣的顾客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选购这个牌子 其实保养钢琴呢 要注意以上三点啦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定时调音 如果有球的不调音 那钢琴就会很容易出现问题 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开着heater 最好呢就是可以一直开着 因为它是可以起到防潮 跟那个稳定那个内部稳度的那个效果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碰到不管多小的问题 都要尽少解决 要不然的话会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那其实学钢琴看起来很难耶 主要是因为几点呢 一来就是你看到别人弹得很好 所以你希望自己很快可以上手 所以你就skip过很多的那些基础啊 那些练习之类的就直接学格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好 但要记得说 foundation跟technical要先build好了咧 你踩往上爬 基础才不会不稳 然后你就会练得更好了 那包括那些你弹钢琴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左右手的配搭 跟踩檐音踏板的技巧 都是要先练好 那这个就跟婴儿学走路是一样的 要慢慢来一步一脚印不要急哦 然后第二呢就是 其实延续了就上面的一点啊 你或许你现在学好了 你可以马上的弹出来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技巧弹好 这个也是平常你花了多少时间练习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你与其羡慕别人 为什么学一首歌只需要用一个星期 可是你要用一个月才可以学好一首歌 那你不如多加勤劳练习 你就可以进步得更快 飞得更远啊 它跟天分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主要是你后天的努力而打造的啊 第三点呢就是 你一定要选一个很适合自己的钢琴啦 要弹得顺手弹得顺耳弹得顺心 就像你买鞋子一样要穿的合脚的 你穿的也比较舒服一点啦 一般我是建议呢是以音质跟手感先入手 那音质呢当然是选择一些你觉得好听舒服的 因为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听的话 那你不会想去碰它太钢琴 然后再来就是手感 那尽量选择四重的手感 因为如果太重的话呢你会弹得很吃力 那太轻的话呢又念不到那个手指的力道 所以四重的手感是最好的 那再来要看你是用在什么样的用途上 如果你是个学生那基本上你都会需要考试 那最好是选择一个考级的钢琴 那你就不需要担心下一次你需要换钢琴啊 那如果你是用来演奏呢 那最好就是选择演奏级的钢琴 那它才可以reach到你要的那个level 那最后最后我还是觉得你不管选择任何的钢琴 最好是亲自来尝试 那才可以知道那台钢琴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那希望说eMusic日后在全马各地都能够被认识啦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为大家服务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eMusic Showroom这边来参观啦 来试弹不一样的钢琴或者不一样的乐器也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eMusic可以发展到国外去 把eMusic的精神发扬光大传遍全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